哈喽朋友们 二年二五无疑是AI电影狂欢的一连 世界各地正在或者将要开展大量的活动和聚会 比如就这个月的17日 阮尾就举办了第一场官方的聚会 探讨的就是人工智能视觉叙事的未来 在5月7日呢 巴黎又会有一场关于AI电影制作的见面会了 总之人工智能影视相关的活动已经排到了10月份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些全新的AI视频工具 比如所谓的百万运镜AI视频 比如娱乐领域用文本提示来定制剧集 废话就不多说了 马上带大家了解 现在还能突破成为的AI视频工具 必然是不能走寻常路的 冰前肯定是要有它自己的独特地方 主打百万运镜 大量摄像机运动控制的Histful AI 最近就横空出世 什么推拉摇移升降镜头调度玩的跟老导演似的 网络上已经有很多大神用Histful玩出了许多花样 这些动态的镜头运动真的很让人上头 关键这个工具 它还在不停的增加摄像头的运动预设 爆炸子弹时间多个动作组合到一个镜头里面 这些是现在最多人讨论的 但是说实话我非常担心 Histful会不会超级吃素材搭配和Prom提示词的功底呢 换句话说 会不会生成全靠运气 那我就来挑重点测试一下 来到首页登录之后呢 这里有一大块运动控制可以选择 下面呢是一些案例的展示 我把上面的运动控制翻译一下 可以看到有很多常规的拍摄手法 比如鱼眼拍摄 飞行 焦点更改 无人机 手持式 头部追踪 延时拍摄 还有放大和缩小 这些呢我就不多说了 有意思的是 可以看一下这里有篮球扣篮 建筑爆炸 子弹时间 追车 追车爆炸 还有这里的机械臂拍摄和镜头列文 点开你感兴趣的运动控制 比如这个追车 底下会有很多粒子 可以一目了然这个动态功能的效果 并且归根到底 这是一个图片生成影片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这些粒子的开头图片 也就是你制作这些镜头所需要准备的初始图片了 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指导 OK 点开这里的生成按钮 最上面这个汽车追踪呢 就是我们刚刚选择好的相机运动 点击这里的miss添加按钮 我们可以再添加第二个相机控制 也就是把这两个运动组合来生成视频 汽车追逐那就再来一个汽车爆炸好了 点开右边的展示全部运动 这里就是首页我们看到的所有运动控制了 那我在这里呢就可以选择汽车爆炸 在左边就看到有两个运动了 在名字的后面呢就是对应运动效果的预览 那我们的图片呢就可以导入一张有两张汽车的图片 提示词文本的描述就可以是先追车后爆炸 设置完成最后一步呢就可以点击生成影片 来看看所谓的百万运镜怎么样 翻车了翻车了 左边的车头瞬间变成了车尾 可能它是一辆变形车吧 右边的就是正常的转了一圈 虽然他们两辆车呢没有碰撞到一起 但是呢也炸了 很努力的实现了追车和爆炸两个运动 我给个80分吧 不满意的话可以点击右下方的重新生成 多种运动组合来生成视频确实是很让人上头的 我想再来一个美女 让她站在阳台上 我给她的运动预设呢是先镜头远离 然后再焦点变化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 我的提示词功底还是OK的 如果生成的结果不好 那就只呢是Hisview这个工具还得加油了 OK点击生成 网络不好的时候你可能是要排队 直接退出做你自己的事情也是OK的 其实我还很感兴趣360度环绕和子弹时间 两个运动的搭配 我预想的结果就是镜头围绕着角色转圈 同时慢镜头骑马 这个设定是不是很有搭片的感觉 OK生成好了 先来看看美女的 很简单的拉远镜头便交到了后面的城市景色 我个人比较期待这个骑马的 倒也不用加对象来展示子弹时间 而且镜头没有360度绕着主角转圈 让美女转了一下头 看来你要是真的想上手用这个工具 会发现她确实是挺吃素材搭配和prom提示词的功底 换句话说技术不够的话 生成可能就全靠运气了 不过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比我厉害 用得好的话她就能成为你的视觉导演了 接下来这个消息就厉害了 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娱乐内容 不是导演拍的 不是编剧写的 甚至也不是动画师画出来的 而是你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 然后人工智能啪的一下 给你整出一集猫和老鼠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离谱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在幻想 而是已经正在发生了 就在上一周 一个研究团队搞了一个很扎烈的项目 它的名字嘛 听着就很科技感 一分钟视频生成与测试时间训练 扎一听有点像是什么生化武器计划 但其实它的核心理念 非常的简单粗暴 你给个提示词 它就给你生成一段完整的视频剧集 而且这不是随便的视频 是AI版的猫和老鼠 但这次不是华纳兄弟操刀了 是AI来当这个导演 研究团队把原版的猫和老鼠拿来喂AI 然后让他根据提示自动生成新的剧集 你说汤姆上班去了 他就真的让汤姆穿着西装拎着公文包 坐电梯走过长廊来到办公室里 在电脑前面工作 Jerry咬断了电源线 AI聪明的理解了断电之后 电脑就应该要黑屏了 然后继续通过电厂的镜头 来明确的交代故事情节和角色所在的地点 比如他们互相追逐后 Jerry跑进了洞里 汤姆却因为开会要迟到了 不得不来到会议室 虽然细节问题也不少 角色的走位和镜头的调度 看的人一愣一愣的 但是我要说的重点来了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AI 有角色意识和故事逻辑的视频生成 起码不像PPT动画一样的拼接起来 不会人物突然的变演或者是场景跳跃 这个项目是知道设定冲突解决的基本故事结构的 能够让角色按照性格去行动 这就已经是很厉害挺牛的呢 那你可能会说 谁会看这样的猫和老鼠呀 但是别忘了哦 这只是起点 AI连猫和老鼠都能自编自缴自缴自演的话 那以后是不是能自己拍全力的游戏 甄嬛传或者周周的奇妙冒险呢 而且都是你来写提示词 说不定还能让自己来当主角呢 最后分享一个AI圈类的电影选美精彩 人为会在4月底举办一场 48小时极限电影创作挑战赛 你没有听错哦 就是两天两夜不睡觉 用尽你们团队所有的创意细胞 做出一部1到4分钟的短片 而且必须得好看 比赛的规则呢 也不复杂 全部是远程的操作 官方会发给你30万个软尾积分 让你们在软尾制作影片来卷创意 虽然奖金高达5000美元 但真的是千金万马过独木桥了 如果你看过最近大神门的AI影片 就会非常同意我的说法了 那就在影片的结尾分享一个 我最近看到很出色的AI电影短片给大家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顺便点赞鼓励一下 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支持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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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